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金牛座冠名播出 《三药不变》的主题 地地即将结束 我恰好遇到了一位让我心生尊敬的作家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 很少有人像他这样 个人命运与近代历史之风云变迁 息息相关 他是中华民国 35年 1946年 这是我父亲 这是何韵清 他是总参谋长 我父亲是副总参谋长 是这两个最高军事幕僚的一边一边右 对我父亲的理解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跟蒋介石的关系 这段很妙的 您父亲会怎么说李宗人呢 他也不战胜李宗人 除了选副总统 还想阻止他的 没有成功 这样子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搞坏了 又搞坏了 这站也要紧的 这个重要 你看汪精卫也在 这是国民政府 下面是白冲席 我说你也搞不出来吗 有一天我还梦着他了 哇 本来他对我都是蛮 他对我的一面是蛮慈祥的 那天我脸色也不好看 梦里教训您吗 我梦醒了 这个不好了 他是天才 台北人二十几岁写出来的东西 不朽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二十岁中文世界 不多的能留下的一些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白老师已经是 二十岁以来的最经典的小说家之一 下面我们有请白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晚上好 我也很拍白眼泳的 心里尊敬 但是我一定要拍上 那一块吃饭米粉 我才一定要 这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目的 跟小时候味道一样吗 这个卤水 白老师你签个名吧 现在感觉桂林最大 已经容不下一个安静的米粉 对于三十岁左右 写出了台北人这样杰出作品的白先生 他的天赋 他的丰富的个人阅历 临时他创造出某种更恢弘的作品 但在过去三十年里 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对昆曲 对《侯罗梦》这样的古典作品的推广 我也不禁在想 这是否有些浪费他的天分和他的个人经验 荣幸啊 祝白先生八十岁生辰 然后在这当然会有些紧张 白先生张先生都在这里 我每次碰到他们 我都觉得我是野蛮人啊 我就是属于那种不读《侯罗梦》那一类人 《侯道佛》 这中国人大部分很多人走的这个过程都在里头 所以我说它是天下第一树 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其实又一直特别复杂 难道牡丹亭里也没有政治吗 充满了政治 对啊 好像变成了某种逃避的方式 这些年来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我希望就是现在年轻人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传唤中的精髓 影响我们整个审美观 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那种 我希望这些经典让它还魂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啊 希望中国是旺盛的 也希望有文艺复兴 我觉得呢 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 我觉得做昆穴也好 做《红楼梦》什么也好 最能做的是 就是我想这种文化上的潜移默化 但是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唯一复兴呢 头稍微低一些 白先生身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 面对巨大的文化断层 他坚定地认为 一部《红楼梦》 一部牡丹亭 是可能复兴中华文化的 这是否是另一种唐吉何德 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 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 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 我是一个勉强的创业者 努力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却又不完全相信商业的逻辑 我还开一家书店 书店里只卖我想看的书 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 显薄的时代心怀不满 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 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的 新的动力 新的情绪 与人们的内心世界 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 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 或被再次印证 还好搭呀 台儿庄录 他父亲参加了台儿庄战役 有劳您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你喜欢这儿是吧 真好 这挺漂亮的 对啊 就是您父亲时代的 英国式的 对 187几年吧 李鸿章他们好多的办宴会 跟一腾博文 哎呦 这个真的很漂亮 对对对 它有味道的 梁启超 刘王活在住在这里 等一下逛逛 他们选择的选得好 好 这 哇 这 这就对了 他们说是国共谈判在这儿 真的啊 孙文 孙文住在这里 哦 多少年呢 这个不晓得 25年最后一次来北京时候路过住在这里 应该是 嗯 他见过他一次 嗯 1923呢 在广州 我父亲呢 觐见孙中山 那次孙中山就鼓励我父亲回广西 统一广西 我父亲参加武昌起义 1911年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 18岁的白崇喜 逃避从容 以学生敢死队的身份 投身武昌起义 1923年 30岁的白崇喜作为代表 亲赴广东 觐见孙中山 要求成立讨贼军 之后 白崇喜统一广西 一路北八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 白崇喜成为重要的抗日将领之一 并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台儿装大街 被日军称为战神 在战争爆发这一年 白崇喜的第八个孩子 白先勇 出生于广西桂林 是宋清林的 对 我见过宋清林一次 在宋美玲的家里 三姐妹跟我们一起游戏 我们的小孩都是 我得了个奖的 送我们的给我一盒巧克力 好漂亮的 紧张盒子的 好吃吗 好吃的好吃的 还舍不得吃 还舍不得吃 真是感慨 对 咱们坐吧白先生要吧 好 不是直播 我就没那么紧张 你可以end it 没事 咱们可以喝口茶再说 对 你先喝点水 你玩一会儿的茶 好好好 这次行程什么感觉 整个的一周时间 一周时间 我一生我是一个追求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那么这次两个都 一个新的戏上演 一本关于《红楼梦》的一个注解吧 也刚出来了 嗯 与头笔从容 救国遇难的父亲截然相反 白先勇一生清醒于文学创作 艺术推广 1968年 在父亲去世两年后 31岁的白先勇 完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小说集 《台北人》 这部小说在五四以来 中文小说100强的排名中 名列第七 但此后他的文学创造 却逐渐减少 他成了加州大学一名教授 教授了30年的《红楼梦》 你觉得爸爸试图理解过你吗 那一代人 那一代人是不是都很难理解子女 我也蛮难理解的 我也蛮 人家不知道我内心的 您本来就难以理解 他自己想到自己也蛮难搞的 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懂的 他评论过您写的小说吗 他当然应该看过一些吧 看了一些的 没讲 不讲话 不讲话 比如说你那么年轻写了《台北人》 他真是一个杰作 后来您会有这种焦虑吗 比如说我很难在意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您会有这种强烈的 哎呀 整天想 因为自己写出这个来了 怎么办 你不能再也重复 你不能再也重复它 对 人家常常问我说 你那么年纪轻轻 又写得那么沧桑那种 哪来的 我说 《台北人》您看过的话 不是有一篇叫《冬夜》吗 我很爱那篇 两个老教授 而且那个感觉特别好 五四一代那个 你看我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 这不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写我现在的心境 完全不可解释 完全不可解释是吧 不可解释 很年轻的时候 一边写《台北人》 对一边教《红楼梦》 对我还是好奇 您不到三十岁 在一个加州这么阳光明媚的地方 教《红楼梦》 就这么一个反差感很强 就是反差也大 对 教着一群这种 他们对中国文化没什么太多理解的年轻 蛮好玩的 我就很好奇 对 怎么教呢 没法深入 很多文化上的阻隔 顾表仪表都搞不清楚 你说红色 对《红楼梦》多重要 红尘 热情 温暖 代表喜色这种东西 在英文里面没这回事 没有这种联想 那就少了一大块东西 一大块 你怎么办 只能跟他们讲故事 讲背景 讲文化上的重要性 有的特别有灵性的美国孩子 也懂得 也懂得 有一个他跟我讲白老师 我就是贾宝玉 完全认同贾宝玉 后来他跟好多中国女孩子谈恋爱 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 知识就是力量 有效果 有效果 他娶着中国女孩子做太太 还娶过三个 就是把林黛玉贾宝玉 什么薛宝钗都娶了一遍 全部娶一遍 连死下于一起 好玩的 他自己是贾宝玉 这么好玩 当然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其实在英文世界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这个还是非常少的人 在美国少的 西方人 他们也有一些汉学家 但是不多的 当然西方有很了不得的成就 没错 但是就是《红楼梦》的奇特的这本书 文字文化 它的高度 可以这么讲 它是天下第一书 我现在八十岁了才敢讲这个话 我说天下第一书 就是这么伟大的一本书 所有的伟大的东西 它有它的某种一样的存在的 我只是说缺陷或者什么 你觉得它会 《红楼梦》是什么 是有的 《红楼梦》写的太好了 把老师不能这样 人家写不过它 比如你说它天下第一书 你觉得它比比如《莎士比亚的拳击》 或者说《塞万提斯》 这些不同的地方经典高在哪里 您感觉 您讲讲 来先喝喝茶 我说 一小说来说 它最高最难的地方最高的标准 它能够打得亚俗共赏 像《红楼梦》 它有非常深刻的思想 鲁家佛家道家这些 它很复杂的结构 它那些神话 预言象征 不得了 那些书都说不完 仔细分析起来 不得了的复杂 对 它有一点的 这个跟别的不一样的 它好看 它很熟的东西 它也会写 也写得好看 它很高的 保育出家 那种 它写得好 扒得那么高 降得那么低 它来去自如 这个在西方小说 还不大做得到 我最敬佩的几本东西 像什么《战争与和平》 Prince Andre 要死了 看天空 一大堆哲学的东西 多少页 烦 开始说教 卡拉玛祖兄弟们 不得了 那本书真了不得 写得真是惊天动地的一本东西 可是你能随随便便看它吗 嗯 对 绝对不能那么翻看一页看 不够行的 对 正经为主 还要吃力死了 看完了你一身汗 很了不得 很深刻 那不像《战争与和平》 睡一会 好看 刘老老好看 这么锁锁碎碎 这么平常的生活 百万知学那个东西 好看 这个难 那我再问你 因为所有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都跟它民族也好 文化也好 特别相关 这是中国人 你跟我再讲 比如说你像我看三万提斯的东西 他要冒险 要远游 要到远方去 像德国小说 内心那么多挣扎 天人交战那种东西 就是中国这个东西是什么 大家是我怎么描述它呢 您怎么描述它 这里面 其实他这个 其实他很有深刻 那么佛道思想 儒家思想 也是 这三家思想 其实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互相很紧张的 常常在斗 三项思想 这是中国人的哲学 基本哲学 中国人青春年轻的时候 我说 那是儒家 争取功名 儒家的变相 这庞是什么抓 都是 都来 到了中年了 大概有些被逗掉了 或者是 有些贪污被抓了 或者是 股票设本了 对 那是不到家来了 退饮了 喝普洱茶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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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股情趣了 对 到了晚年 人生出来 好了 佛家来了 儒 道 佛 这中国人大部分走的过程 都在里头 但比如说 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一个大观园子里面 都在里头 都在一个封闭的园子里面 每一个小场景都暗含着这些东西 如果他没有背后这个思想的话 这本书称不起来的 对 但比如说 您受影响到五四的传统 五四一代最少想批判这种封闭在一起的这种东西 您现在怎么看这种批判呢 批判坏了 所以他们就选不好 他们一来就是封建家庭 就骂一顿 你整天就骂那些东西 你怎么会能真的了解呢 所以您在年轻的时候对五四的传统是这种感觉 还是后来慢慢发生了 一项这样的 一项这样的 不是 你不说中国的大家听说 这个问题多得不得了 是因为中国人很在乎种那个禽子 中国一切的麻烦也是这个 有说中国人很在乎 都不得了 但是你还能担心 所以我们就要保护了 这个人很在乎 我不是这样的 那里 这种东西 的东西 我可能会是什么 您的个人的情感和经历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挣扎 这是对您一个巨大的释放吗 听我讲 那么像个同志议题 在那个年代 禁忌 台湾那边都是蛮犯忌的 可能在我的骨子里边 血液里边 骑死犯感 其实很小就反叛性了 有的 如果父亲看到镊子会是什么反应 您觉得 镊子其实在某方面也非常严肃的讨论 中国人的家庭反省 中国家庭烦得很 夫妇侄子 扯不清 我们家国家国家国 从家庭就变成国家 也是这种复杂关系 所以您觉得比如说五四的那代知识分子也好 思想家也好 作家也好 他们就想中国人应该变成现代人 就是他们最想做的 更个体的 摆脱家庭的 这种努力是基本不可能的 您觉得是吗 难呐 我在想 难呐 这都是人性啊 嗯 中国人一向不都这样子吗 到现在也不都这样子吧 嗯 什么时候改过 没改过 改不了 你总是这样子吗 嗯 当然西方人他们了不起他们经过经过了文艺复兴经过了这样革命那样革命啊好不容易他们挣扎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那种东西是好得多 二十四几个中国人一直在朝西方学习西方人这个这个个人啊什么的啊 我在美国住的他们都干脆利落养儿子养女儿小的有一天一飞就不回来了的他们也也早就准备了 嗯 但是有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家庭问题也是一大堆人很很难弄的我想太自由太自太孤独了他们也不行 嗯 那美国好的疯子嗯真的一下子他就一下子他就疯掉了太个人了你看跟别人诉苦都没人听的嗯 您是不是对武士的遗产评价不高 武士的精神嗯 有的我们的球形望辩嗯 嗯不受传统的拘束嗯 这种东西有的 但对于武士的新文学我们我想是有一种选择批评的critical这种嗯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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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的嗯 没有迷信我们之九世纪就是摔下去了嗯 那二十世纪有这个武士运动啊这么起来啊 我们自己称为好像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啊这种这种的啊 可是你回头一看到了世界末的快速的时候你回头一看 成就也不高嗯 整个二十世纪的是我们在世界上文化这一块还是没有发言权嗯 没有恢复到大汉天生的那种地位那种地位啊 嗯 武士的文学起头很有很大的希望嗯 我觉得还没有一段足够的时间让武士文学成熟嗯 一下就变成三十年代嗯 政治就差进来了嗯 那就破坏了这个嗯 我一九三七年生的刚好中日抗战嗯 嗯 好好那么战争停了 我等我到大学的时候过去的世界过去通通没有了嗯 奔溃掉了都是啊 呃台湾也是反正我们作法民族吧整个就是我总有心灵上 灵魂上有一种漂泊感吧嗯 我觉得我们总没有像西方人他们那样子的嗯 那么安稳心里头 你晓得啊嗯 像我像法国人吗 他亡国多少次被德国打得比他嘴外 诶 你到法国去他说我有罗夫公 哈哈 我有这个东西 你晓得啊 英国人那个那个大英帝国没落的一塌糊涂 你到牛津大学 嗯 英国那种派头的那个 为什么还有莎士比亚 按理想我们也有李白杜甫 我们也有他 怎么搞的这种整个那个 那个大传统的嘛 嗯 一下子好像跟现在接不起来了 断了 你觉得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多了 原因很多了 嗯 有的 对 所以当年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现在讲自己 也不好意思讲自己 好像心怀大志这种东西啊 不过那时候也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我很年轻就办杂志吗 不是 现代文学嘛 现代文学嘛 对 穷得要死的一本杂志 我们是什么教稿编辑送书什么都自己来 哈哈 那种我哪来的那股撒劲 没钱 真的是我们就有一种 寻找一种安生立命精神上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而且文学是唯一的表达渠道 对 那个时候是我们安生立命的 嗯 这么一个 嗯 这个东西 抗战胜利后 官制国防部长的白冲喜 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 几乎全金覆没 他逃往台湾 他在台北 因为与蒋介石的政见不合 备受冷落 不但有职无权 还时刻被监控 1954年3月 更被提案弹劾 1958年21岁的白天勇 与同学们一起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他相信文化影响力更为久远 那时候我们那个社会比较保守 政治嘛有个高压 嗯 不过呢 我们现在回头再看 你怎么高压怎么保守 还好 还有一个空隙 让我们在沙漠里的仙人长还能够活 还让我们写啊弄啊 比如说 我就很好奇 比如当时有不同的仙人长 比如李瑶去办文星也是一个仙人长 陈颖珍去办他的杂志也是一个仙人长 你们三位是很不太同的 对 当时您怎么看 比如说他们这些努力 他们比较厚 对比你好晚几年 对 晚几年 文星呢 是比较偏向政治 政治思想 对 我们可不是的 嗯 我们不谈政治 把政治力量所有的撇光 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大原则 不管你右 左 读 统统不让进来 嗯 但是你说 比如说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其实又一直特别复杂 最浅层是政治直接干涉文学 也现在干涉文学 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关系 一直是非常的密切的 嗯 就这种密切是根据分不开的吗 包括您讲的 现在文学最初的时候 我们那是因为在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情况下 不谈政治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政治立场的 嗯 就这种复杂性怎么解释呢 我告诉你 我们把足了一个文 一个一点 一点就是 我们对这个文学的 文学的这个标准 完全以艺术的成就 为最高 嗯 艺术成就为最高 我跟您说 就是我一向一向觉得说 20世纪的中国的文学没有搞好 就是因为政治干预 嗯 所以我这一点我觉得要避 嗯 那您比如说 金平梅那个时代 或者当时 包括唐显祖那个时代 晚明嘛 那时候你晚明的那种文学繁华 跟其实跟政治上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有有有有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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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牡丹亭里没有政治吗 充满了政治 对啊 就对它变成好像变成某种逃避的方式 是 您怎么看这种逃避性的 我知道 还有一点的 可是那个那个时代啊 那个晚明那个时代 呃 就是金平梅的产生时代 嗯 跟那个哲学 当时的哲学有关系 新学是吧 新学的泛滥 做新学泛滥 还有呢 他们对这个情跟肉身肉体的大解放 嗯 晚明那时候的思想 其实有点像门一复兴那种感觉 对有点像那感觉了 嗯 对人体的认识 嗯 承认了人 人的 欲望的 人体的现实 嗯 什么肉捕团啊 什么这个这个金平梅啊 还有大队都是都是那个时候出版的 还另外一边 他又是他有牡丹亭这种 对美的 对感觉的 我说这个昆去有两个字 情与美 以最美的形式 表现了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 而且是我们这个文化的那个精髓 昆去有很辉煌的历史的 曾经在明朝 尤其是晚明到清朝中叶 几乎200年 是他是独霸中国 是中国的国剧那时候 每年中秋有取会 像你们现场的超女啊 中国好声音啊 上千人 上千人去比赛了 唱了天亮 还选出冠军 那个时候是卡拉OK 所以昆去当然都唱了 并不是像现在讲的时候 取发和管 很少人唱 那时候很多人都唱昆去 《红楼梦》也是毕读的 《普丹萍》也是毕读的 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这两本书影响了一辈子 也就是我们的文化的进化 看了这本书 我翻了《千文言》 我就感觉特别好 这本书让我对《红楼梦》 穿上了兴趣 我还重新读《红楼梦》 我觉得我要去读《红楼梦》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把一个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中来看待 就特别有意思 是 在《千文时代》 前面唐诗颂词 圆曲下来 然后呢 明朝的小说 武丹廷也出来了 金平梅也出来了 才轮到《红楼梦》 《红楼梦》 《红楼梦》这么讲吧 他是 武丹廷跟金平梅的合起来产生 他的源头 这就有意思 曹宇他 他家里面有戏班子的嘛 曹家 他祖父还写传奇本来 所以他里面常常影了《西乡》 影了《牡丹廷》 也影《寒丹记》 曹宇他可见了他支持歌赋 熟得很 他真的是他继承了中国文学大传统 像金平梅 他的那种手法影响了曹小清的 就是欲望上的一个 那写得太厉害了 把人的肉体的这个现实是写到顶 不过你光是那个的话 那人就变成只有在肉身的这个生活 那人不是的 人还有高一层 精神上的生活的 曹宇他哲学上的一种高度 金平梅没有 而且他对女性的看法很奇特的 恐怕唐贤祖对他影响还大一点 杜云良恐怕还是林黛玉的原型 这么讲这是 对这个秦的追求 死去活来这种坚持 所以说一本书它是受时代影响的 所以我说他必须是在才能乾隆时候产生 绝不可能在道光年间现在 衰势就不行了 对 不对了 不对了 氛围不对了 对 干枯了那个时代 他们算了一下 乾隆时代的GDP 乾隆时代的GDP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清帝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东西 但是乾隆盛世 也就是中华文明都衰落的起点 你看红楼梦以后 就没有一本书 连达到那么一半的高度都没有 我们的那个整个民族的创 creativity 那种创造性突然就衰竭了 不光是文学 所有的领域 各种领域 你看我们的绘画 陶瓷 天东以后统统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 曹晓晴还看着乾隆表面的那种繁荣 他心里面已经意识到 那个荣景这么有一天往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等于是一首史诗式的晚歌 是挨晚的整个文化系统的那种 所以才那么动人 拿《红楼梦》做个标杆 整个20世纪的小说 达到他那个一半就不错了 您觉得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是谁呢 中文小说家 你看我选一个真的很难选的 真的很难选 鲁迅的《爬花呐喊》 写得很好 写得好 可是鲁迅好像也就是《爬花呐喊》 《爬花呐喊》的小说也很好 他的《Masterpiece》 现在好像越来越对他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第一是被他文字迷住 第二他越过了五十三十年代这些东西 他直接从《金平梅》 《红楼梦》 《白花小说》 那个下来 《海上花》 《海上花》 是不是 你要把它拉长一点 中国文学史 可能他还是正统 可能 五四是个例外 五四还是个岔路 对 有可能 都学了西方的翻译的东西过来 张盖林 他英文也很好的 非常好 你不大看出 翻译Emerson 对 他也不大看得出他的句子不洋话的 对 对 他好像对于五四运动的新闻学 好像说他混然不觉 很不太感兴趣 他没有兴趣 他混然不觉 就是您从来没有过 比如说对这个文化的传统 产生厌恶 比如说五四一代开始的 高度批判这个传统 您对您这种情感从来没有 就是 不是从来没有 我一直很清楚 我们那个传统里面的一些 糟糕的东西 糟糕的东西 那个我知道的 但不能是全部毁掉 能够生存的几千年 一直都让他到里了 是不是 我们年轻时候 我对孔子不太理解 很烦他那一套 我说 你现在想想 要把孔夫子抽掉 不行的 不行的 他教你基本做人的 帝王书或者科举搞坏了吧 我想孔子孟子 你看看很近人性的 对人的尊重 对感情的尊重 对美的 这种 我想这很需要 那么这些年来 一个是昆曲 一个是红楼梦 我希望就是 现在年轻人 对我们的传统文化 成果中的精髓 那些很美的 很重要的 影响我们整个 整个审美观 影响我们整个思想的 那种 我希望这些经典 让他还魂 对 分曲 那么了不起的艺术 不能让他摔尾下去 这是一场白先生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在一个人们普遍怀疑 传统文化 与年轻人的吸引力的时代 白先生在不同的城市 对成千上万的学生 演讲过昆曲之美 这一场白先生 第一公 欢迎作家 一场年轻人 又一次 来到了 这场 我们制作青春牧丹 希望把一个 四百年的经典 给它重新 焕发到青春的生命 但对于白先生而言 不管是年龄与身体 这也越来越变成了某种负担 但这似乎是不可回避的秘密 二十一世纪 可能真的有新的看法 你说还是 穿上那一套 可能新的这些 尤其是这些学生们 不能接受 现在我就想 怎么让我们现在大学生 中学生 让他们怎么来看看牡丹亭 怎么让他来看《红的梦》 就是看到中国这样的一个现状 您内心是什么感觉呢 哎 我就是 因为这到底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感情啊 嗯 希望 希望中国是旺盛 对 希望有文艺复兴 希望 但他在 但他处在这么商业的一个情况下 嗯 怎么可能有文艺复兴呢 所以了 我睡着急了 嗯 我觉得呢 嗯 我还能替这个做什么 嗯 嗯 我觉得 像我在做昆穴 也好 做《红楼梦》 什么也好 我觉得 在这里 最能做的是 我想那种 文化上的浅 浅移默化 嗯 嗯 而且 我们的历史 那么悠久 嗯 再问问您 比如说过去20年一直在做这些昆穴的普及 或者说复兴的这些事情 它是个集体性的工作 它是非个人的嘛 嗯 但是说这20年如果写出更 规模宏大的或者更了不起的小说 会是什么 就是这种内心的犹豫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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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搞这个东西是不是 对 是不是更那个 他回头又想说 嗯 可能上天就要我搞这个 嗯 你都要上天帮您解决了 真的啊 合得这么好好的 又又又 做起这个来了 自己也不懂 我记得您90年有一次访问 接受访问说 如果再想写一个小说的话 就写一部《红楼梦》加上《三国演义》 这是我想的 您讲的嘛 这是什么 大言不惨 您讲讲 当时是怎么想的 对 我想的就是 就是我想的 哎呀 这个1949的前后 这个 这个大历史啊 大历史的东西啊 那不是三国演义吗 嗯 那种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这种 这种的历史的兴衰 嗯 历史的这种 这种 这种 我看了一些大家族 包括我们自己的那种的 齐齐匐匐衰落 那不是《红楼梦》的那个 如果这两个合起来 这就应该是本大小说 嗯 裁判有这个 你还会感觉到强烈的这个写作的冲动吗 现在还是有 有的 还是非常强 有 还是强的 昆曲把我拖了一大大一大段时间 嗯 好多年 好多年啊 对 昆曲给我弄了好多年 我该做的做都做了 嗯 后来牧眼就掉了 我自己父亲的传也写完了 嗯 都弄了 都该该该该做的事情做了 如果还可以写的话 就写点出来 嗯 嗯 我想 把人类心灵中 无言的痛楚 嗯 转换很文字 用 用这个这个 文学写人性人情 这就是个作家的 神圣的使命了 嗯 比如说 白先生 比如说我跟您接触 我们不多次嘛 比如说你在外人看来 真是特别潇洒 然后又特别的舒服 但是其实您又是一个内心 那么敏感的一个人 您对这个事情怎么样好和坏 心里都很清楚 你喜不喜欢 心里都很清楚 这两种之间的这种 一方面非常smooth 特别smooth 另一方面其实内心特别有看法 各种看法 这种东西怎么共处呢 我 我很怕伤害别人 真的 很怕别人痛苦不愉快 但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那也 我也 也蛮固执的一种 是啊 非常固执肯定 对啊 这两者可以相安无事 可以的 对我来讲 年轻时候就可以吗 年轻时候比较孤僻 嗯 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 嗯 有点霸道 小孩子 啊 啊 生了四年病 生四年病 把我疲过来这样子 那肺病的时候 那时候是那时候 人家都不怕的 都避的 所以就弄得好 好敏感 嗯 好敏感 好 我母亲 儿女为先 嗯 所以我很感激她 嗯 很感激我父母 他们 医我的病 给我最好的医疗 给我最好的学习 环境 虽然我后来 我环境很很艰难 但是我母亲 儿女为先 嗯 我母亲挺豁达的 对她经历多少事 太厉害 我佩服死了 二十岁的姑娘 跑到前线去找爸爸 我这太厉害了 这个 她本来是个千金小姐 对啊 她上了战场啊 很好玩啊 我的表哥 跟她年纪差不多 就开个车子 从上海到南京 那个伸船方个派去 要来围她的车子 她就下令我表哥 开枪 她就 我 后来 我表哥说 你妈是女英雄 后来她 爬了战壕 那个子弹飞 到南京 她见到我父亲 我父亲大臣 你来干嘛 我母亲 冒着生病来看你 我父亲还死脸色 前线 就跑来 还干我们家 她真厉害 她勇敢的 很热爱生命的 她生了十个孩子 好像还爱不够了 她的母爱很 所以她很 她到哪儿去 好像这一片 都是露暮春风 这样子 大家都很 充满了生命热闹 这样子 大家都很 充满了生命热闹 我只要给你 我不能地 去世 真的 你也相信 我还是能对你 我去世 我也是 我可以 这一片 是 我 你 這個就是 是 就是 就是 我是 可以說大吃一驚 本來我的生活也是蠻平穩的 第二个突然到了美国去 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各种的价值观 各种的东西 让我产生到心理上 一种孤立的感情 一团混乱 内心中天翻地覆 而且在外面 特别对着家国历史 特别感受深 看清楚 看得比较清楚 常常感觉到 很多都无常的这种 采云易善流利脆 我们说久了看多了 更加是这种 从家国到个人 都是这种 看得更多 或者说您觉得 比如在一个这么无常的一个世界里生活 我人肯定是一些更永恒 更确认的东西 这东西是什么 是情吗 是还是什么 是美 是情 还是能超越这种无常 情靠不住 也靠不住 我怎么办 白老师 情很难弄 因为人心 人心唯唯 他先祖 写牡丹亭 他要把那个情 写成永恒吗 超越生死吗 又回来了吗 后来 他再往下走 寒郸记跟南科记 在梦里边 又有美女 又有金银财富 什么 醒来黄亮一梦 就发现人生原来是虚幻一场 什么是相对确定的呢 永恒的东西 实在是 实在是少 不过可能 可能 可能还是艺术吧 你创造了一本 像《红楼梦》这样子 那就永恒的了 他超越了一个短暂性 变成一个经典 能够抵得住时间的效果 我想 那个《曹雨昕》的伟大 它包容一切 它不是写坏人 写好人 它是写人 跟大家不同的一点 人都有好啊坏在里头 所以它才那么包容 它是以大悲之心 出动了人性 出动真正的人性的根本 如果服侍到跟您做交易 有曹雨昕一样的才华 干 出卖灵魂 一定要干 出卖灵魂 出卖灵魂 我觉得出卖灵魂蛮容易的 也要容易 不是 要青春 当然谁不要想青春 谁不要 或者上次想问您的就是您觉得这个风云和风月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觉得一本文学两个都有最好 又有风云又有风月 我想我的台北人其实是以文学来写历史的创商 我等于是拿文学来替这段民国史做个注解 后来我又有一本书叫《父亲与民国》 可以这么说吧 父亲与民国等于是台北人的一个注解 现在回头看 不管是《牡丹天舞》或者《红楼梦》 好像有一个手 无形之手 然后再这样 再指导你 这样走 这样走 《三军红楼梦》这本书 当然我搞了一辈子看了一辈子 我也没有真正想要把自己心得搞个一千页的东西出来 对 真的好厚 好像我觉得我看了那么多年 教了那么多年 好像也是为这个准备的 所以以后让一些学生看红楼梦更容易看一点 他说我这替红楼梦做个注脚 做个下个注 怪的 这两本书是我一生最爱的两本书 都替他们做了一些事 这也是奇怪 所以你不能不相信命运 怎么面对人生里那种失望呢 因为不可避免遇到很多失望 你遇到这些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有点失望 我大概有点 有点 个体上有点 总归会做成 好自信 那就一直做下去 我总有 薄云剑阅的一天 本质上我是最喜欢那些逆潮流的人了 逆潮流史是拓展时代的边界的 你想十多年前有多少人能够听到昆曲这样的形态 他们可能在一点点的生根发芽嘛 就白天上一人之力来做这件事情 不能低估一个个体的某种努力 个体仍然是历史变革中最重要的工具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种动力 我们就认为一本更厚的小说更大的小说就是一个成就 我们还是非常有耐心的等待一个人陈述自我 尽管那个陈述可能也是片面的暂时的 但是我们已经尽量以其他媒体产品做了更耐心的等待 蒋刚的宝玉出家 120回了 最后一回了 我觉得我为了解释有一点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 那一点是我看到的 我觉得她出家 我认为她不是逃避 林妹妹死了 看破这个 我想不止如此 她怎么形容她 她说 光头赤足 败了思想 宝玉脸上 是悲是喜 她旁边一针一道 说熟缘一了 夹到她就走了 夹震 就去追他们 那时候下雪 一片雪地 白茫茫的一片雪地 追着喘吁吁的 她没有影子 只落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蒸干净 这个雪 这个雪 掩盖了所有的人生 一切的 这个 通通 洗掉了 刷斗 盖掉了 那个贾宝一穿的是 红的斗篷 红在我们中国 代表一种热情 红尘滚滚 红尘 情感力量 很情感 我认为他那个红 很沉重的 背在身上的 背在身上的 我想他担负了人世间 一切的情 给的世间的情的痛苦 上开背的身上 走的 替世人 背负了这个东西 那个大红袍 就相当于十字架 就是 担负了人世间的痛苦罪恶 我就是 第一次这么想到这个结实 你这么看的 我觉得 更大了 对 您觉得您会背着什么走 哎呦 我背不动 我 我不会 我不会背个大头 您会 那个太重 或者您希望 有一天看到白茫茫一片 那种感觉吗 这个东西吸引您吗 吸引的 嗯 吸引的 我觉得那段是 中国文学里面的 喜马拉雅风 嗯 真的 白茫茫一片 对 真的啊 那段写得太好 而且那段再转过来呢 还没完 嗯 就走了 后来这个贾政就回到船里边了 这段很感人了 这个郑老爷本来很讨厌这个儿子 一乌四处 怎么不正体 他们回来以后 突然他了解了 突然让他瞪悟了 他说 哎呀 这个宝玉难怪 真的就奇怪 寒快玉啊 他原来是历劫的 嗯 谅解了 那你们父子间的那种 比如说冲突或者不理解 像宝玉和贾政吗 如果父亲看到镊子会是什么反应的 您觉得 我想啊 我想他知道我的 嗯 知道我的形象的 嗯 我母亲也知道 父母对儿女有一种直觉的 嗯 了解的了 嗯 可是他们俩都没讲 这点我很感谢我父亲 如果我整天挨骂 整天挨打 他可能 可能我 要么变得很叛逆 很猥琐 很自卑的这么一个人 嗯 我想有些 我的有些自信啊 他 他 从他那边来的 我想 我想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了 对那代人来讲非常了不起 那很了不起了 对 咱们先缓一缓 听听《最后一页》再讲 嗯 《最后一页》 对 你喜欢这首歌 爱死 对 我以前有个台湾女朋友 分手的时候 她在电话里给我唱了《最后一页》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个 哈哈 太应景了 特别应景 有点沧山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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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